5月11日,2021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即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全运会跳水资格赛在上海开赛 当天,在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 世锦赛冠军王涵·施提茂极高一筹 一路领先以346.80分获得冠军 赛后,王涵·施提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受疫情影响,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了 希望通过此次大赛找到国际赛场的感觉 此次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 王涵·施提茂的世界冠军组合 从第一跳就开始领先,直至最后一跳 毫无悬念的夺冠 所以对于今天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一些细节我们回去还是需要自己再去努力再去抓的 通过这次比赛吧,也很能检验了我们前一段时间训练的成果 证明说其实是有效果的 在接下来的奥运备账当中也会参考之前的 然后呢,我们也会通过这次比赛默契也会越越好 对于即将到来的奥运赛场,王涵坦言 国外的选手并没有因为疫情荒废训练 因此他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 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才能实现自己奥运冠军的梦想 其实国外选手就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会荒废训练 或因为疫情不能训练 其实他们也都是就是很努力的在每天保持着系统训练 目标肯定是大家目标都是一致的 想法肯定也是就是要把自己最高的水平发挥在最高的赛场上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吧 完成自己的梦想